大家好,我是豆妈,今天和大家分享 呛面千层馒头的做法 一层一层撕着吃特别的筋道 麦香味十足 500克面粉放5克酵母粉 用240毫升温水和面 做呛面馒头,面团要略硬一些 和好后盖上醒发至两倍大 取出醒发好的面团,揉面排气 搓成长条,切成均等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擀开撒一层干面粉 折叠再次擀开 撒干面粉,如此反复 为了达到起成效果,最少5次 折叠擀开 做呛面馒头,加多少干面粉 非常的关键 干面粉加多了,口感磁磁 也有可能发不起来 干面粉加少了,馒头没有层次感 也少了嚼劲 一般一斤面粉呛100克的干面粉 最后一次擀开后,撒干面粉 向视频中折叠起来 全部做好后,取第一个先做好的面剂 把四边角向内折叠收拢成圆形馒头坯 全部做好后,盖上二次醒发 二次醒发的时间也很关键 夏天5分钟,冬天10分钟 一般不能超过10分钟 馒头微微发起来就可以了 醒发时间久了,内部有蜂窝 层次就会消失 醒发好后,开水上锅蒸20分钟 关火焖3分钟,馒头出锅了 结白松软 恰面馒头层次分明 比普通馒头更有嚼劲 面香味也更浓郁 越嚼越香 喜欢吃恰面馒头的姐妹 一定要试一试 视频制作不易 你的点赞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非常感谢